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掌有天下第一大部支撑的内政部 牛昌表示不管是过去当金融市长还是现在做内政部长 最重要就是与同仁一起努力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内政部的同仁大家都很优秀 那听说不是高考前三名不能进内政部 所以同仁都很优秀也很年轻 而且我觉得充满了热情跟憧憬 现在从市长被改称叫做部长还习惯吗 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我想不管是什么称呼 最重要就是把事情做好 然后跟同仁大家一起努力 林晨在脸书发布蹲低照引发全国共鸣 牛昌强调首要任务就是协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主 与劳工朋友能在疫情后紧速振兴 这也是行政院长和总统最为关心的 我想最重要还是了解最实际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他们碰到的这些困难 还有这个已经这个大使节的这个部分 能够透过政府的一个权力的集中力气来协助 帮他们解套 我想这是现在大家正在思索 那也在进行规划 那这个包括总统跟院长大家都非常关心 各部会的部会首长 大家也都在努力 至于新内阁遭参事败选者联盟 牛昌不以为难的回应 什么称号不重要 新的内阁团队就是来做事情为民服务 因为我又没有选举 而且我们在金融市还把议长赢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外界 或者是有人刻意去贴标签什么称号 我觉得基本上不是很重要 那新的内阁团队是来做事情 那我们希望把问题把它解决 让人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在疫情之后 然后大家可以服务 从超高满意度的地方首长 到接任业务范围广泛的内政部长 对于未来这一年 牛昌已经有明确的施政方向 希望与各个部门的同仁共同努力 全力以赴解决人民的问题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改编自经典预言故事的新归兔赛跑 是爱乐剧工厂 具代表性的儿童歌舞剧之一 曾经巡回全台演出60多场 睽違10年 推出Plus升级版 有请儿童唱跳界的偶像 柳丁哥哥 草莓姐姐 还有歌手罗美玲加入演出 剧中细腻刻画亲子间的真挚情感 以全新的视角诠释经典童话 真神奇 这简直是大牌的一场 没人能看到宝货 我死就在这就在这里 乌龟家族与兔子家族 彼此较劲 到底是大白菜最好 还是红萝卜最棒 儿童歌舞剧 新归兔赛跑 当年输给乌龟的兔子 相约10年后 孩子长大时再比一场 到底这次谁会赢得这场比赛 剧中细腻刻画两代真挚情感 与亲子间的微妙关系 在1999年首次在国家戏剧院推出 便受到热烈好评 2013年风香至今 睽違十年再度登场 过去曾饰演龟妈一角的张养轩 更成为这次执行导演 将带给观众更丰富的视听体验 我从一个大学生 然后到现在已经 就是两个小孩的妈妈这样子 听起来有点岁月的眼泪 对 那就是如果就是2023年的现在 还要演这个龟股赛跑的话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心迹在里面呢 除了刚刚就是在讲到说 就是小朋友用用他们的智慧去消敏这个两代之间的分争之外 我觉得上岛当初在跟我聊这个作品的时候 有聊到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就是 什么故事是最有名的 就是有因为两代的对立 然后造成这个下一代的 要去产生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剧本 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尔与朱利叶 对 所以大家可以把龟股赛跑定位成 罗密尔与朱利叶的喜剧亲子版 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 对小朋友运用他们的智慧去让 就是家长之间就是让大人去许考说 我们真的要这样继续对立下去吗 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 讲大家一起玩游戏不是很好吗这样 那自己成为家长之后也会看到 就是小孩子的比较单纯跟天真的想法 才发现真的好像更能多一层体会 这个故事背后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子 那这次在制作跟创作上面 又在加油添触了一些这样子 但是加入了一些就是2022年之后的 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喜欢玩史莱姆啊 然后或者是就是想办法的过程 把它写成一首新的歌 所以这次的制作有两首 有两首是新的歌曲 就新创作的歌曲这样子 然后一样是由我们的作曲家高大为老师操刀这样 然后就是所有的编曲都是同心又在编过 所以配器上面又更加的丰富这样 然后所有的设计大家看到的服装 舞台灯光全部都是今年在重新做的新的设计这样子 新规度赛条是一个两代之间的一个逆转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20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做是觉得说小朋友这个压力好大哦 然后我们这个大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让小朋友在这里面然后就慢慢的成长学习 然后在这背部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然后20几年过去了发现压力没有减小越来越重 这个故事的重点呢是这个两代之间这个小朋友新的这一代如何逆转胜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戏很学宜的一个点 到底这个上一代已经铺好了这个游戏的规则了 说一定要跑一定要跑赢然后在新的一代又如何突破这个困局 然后能够重新为自己的成长找到一片天空呢 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用他们的说服力 然后让上一代的人然后接受了他们的想法 如何用他们的想法去跟上一代沟通 这就是新规度赛计会要呈现给大家的 小规加小哥就是天下无双霹雳无敌 剪刀石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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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途赛跑原定去年推出受疫情影响 延至今年兔年演出 特别邀请儿童唱跳界偶像柳丁哥哥草莓姐姐 还有歌手罗美玲加入 也为这出儿童歌舞剧带来新气象 因为我们是过完年之后昨天才进排练场排练 然后就是因为过了年大家知道就是可能胖了一圈吃了很多东西 昨天大家最有感的就是 怎么这么喘 跑起来超喘的 跑起来超喘的 真的 对但是刚刚就是根据我们这阵子的 昨天密集超了一整天之后 好像还好 对但就是很期待到台中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对啊 而且因为就是就像这个剧名嘛 新规途赛跑 所以我们在剧中有大量的跑步的戏嘛 所以就是而且尤其就是在台中歌剧院 那个场地超漂亮 我觉得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真的非常值回票价 嗯 对而且因为这一次就是像剧名一样是plus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一切真的都升级了 嗯 所以运动量也升级了 运动量 然后服装也升级了 然后整个剧情也都升级了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值得看 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一齣 这一出戏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可是不断不断的升级 所以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巅峰 所以请大家 也是我们体力的巅峰 巅峰 我们本身是有在唱跳 所以其实就是在唱跳这个部分的话 平常就是唱跳歌手 对 以情歌为主的我觉得真的唱跳好难 因为昨天穿的这个鞋就是脚 脚就是要把它贴起来 对 尤其是 真的 然后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没有 但是妈妈在剧中有 就是也不能太多爆了 因为妈妈在剧中有非常厉害的一个技巧 就是在我们家 然后就是有一个 哪里 圆圆的 圆圆的 对 这个不能爆了 到底什么圆圆的 拜托 进来看 非常厉害 超厉害的 就是很讨厌核心 真的 爱乐剧工厂 20周年儿童歌舞剧新归途赛跑 2月5号在台中歌剧院 3月4号到5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8月27号在高雄卫舞营演出 充满欢乐与温馨的演出 欢迎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前往欣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哪些学校的毕业生最受企业青睐呢 人力银行公布2023年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前几名学校几乎都是拥有大量理工人才的顶尖大学 与当前产业重心不谋而合 人力银行公布2023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整体排行榜中 占据前10名的学校分别是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政治大学 辅仁大学 中央大学 以及淡江大学 而排名前几名的学校几乎都拥有大量理工人才 反映当前的产业趋势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前四名里面呢 在这个技职学校呢 已经挤到了第三名 这也是可以显著的发现说 其实在现在蛮多的企业主 他们呢重视的是这个学生 他到底有没有实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是可以理论跟实作能力兼具的话 其实在企业主心目中就是最优质的人才 好这一次呢 所有的企业界还有学界都非常重视的 2023的这个企业最爱大学的这个指标呢 都已经结果出炉了 那我们发现说企业主最重视的五个上限 分别是这个团队合作能力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沟通协调能力 还有呢 他是否学习的速度快 以及他的专业知识够不够 那其实只要具备这五大能力呢 可以说是所谓的软实力 再加上硬实力 也就是所谓的拍行人才 是现在企业界中最喜欢的人选 大家都知道我们 阳明交通大学是 2021年的2月1号呢 是过去的阳明大学 跟交通大学合起来的 成为一个阳明交通大学 那么阳明大学呢 过去是三类组呢 我们讲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那交通大学在二类组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所以这两校学校的结合呢 可以让所有的高中生呢 都可以选择到他想要的 不管是第二类组第三类组 甚至是第一类组的科系来就读 所以我相信未来呢 应该是更多的学生会很希望来这个学校就读 那我也相信 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呢 应该会是企业很需要的人才 其实台课大这边上来 几乎我们每一天都 在跟业界在那边讨论 那开发所谓业界的资源 跟厂商跟学校配合 不管在产学方面 或是真正我们学生的培训的课程上面来讲 我们都希望能积极的跟 业界那边的需求能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向来一贯的目标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配合我们自己 技职的精神 就是动手做 那我想这个才能真正的解决 我们在产业界人才的需求 在公立技砖排行部分 台科大连续三年夺冠 而私立技砖则是治理科大 稳住冠军大位 在技砖校院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看到 则是在这个公立的部分呢 是台湾科技大学第一名 那其实也是长年一直在绑手 那大部分也是因为说 持续的不断的在培养 这些半导体人才 引发业界的瞩目 不断都会有一些企业想要去抢财 那再来呢 台北科技大学 云林科技大学 以及高雄科技大学 胡卫科技大学 台北商业大学 高雄餐厅大学 平东科技大学 情依科技大学 还有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这是这一次 技砖校院公立的榜单 然后再来 排行榜私立的部分 第一名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智力于拍行人才的智力科技大学 那再来呢 德明财经科大 也是因为呢 在目前后疫情时代 其实监通金融 还有科技的 这种跨界 跨领域的人才 其实也是相当受欢迎 所以在德明科技大 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这边的一些校友们 在企业界的评价 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另外呢 在明星科大 龙花科大 其实在 他们在工科领域的 这些表现 都是相当的卓注的 其实在我们学校 每年都不断的 在做所谓 效务研究的分析 那在这个分析里 我们发现 其实学生 选择 学校的一个 几个重要因素 历年大概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 学校的口碑 还有就业率高 雇主满意度高 那同时呢 学生 也觉得雇主 对于我们学校 学生的高品德 也非常的满意 那我们 如何达到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那就是我们 其实 从创效以来 一直都是在 以上物为我们的 发展主轴 那我们 不断的去检讨 在数位时代 商务科技 跟创新的需要 那我们环绕在 智慧商务 智慧生活 等等 相关的一些 未来就业 职场 职场能力的需要 不断的去 检讨课程 创新教学 另外 究竟是要 选校还是选系 淡江大学副校长 也给出建议 不管是 专业 就是选系 或者是 这个选校 我想 都是 非常的重要 我想像 淡江这样 一所老牌的 私立大学 我们有非常多的 超过30万的校友 遍布在各界 这个绝对 在职场上 对学弟妹 是可以有所提息的 现在大学 其实 有一个 区域化选校的 一个 一个趋势 我个人觉得 是不是很好的 一个现象 其实 在大学阶段 我鼓励同学们 应该要 走出 走出 舒适圈 学习独立 所以 如果 能够 选择 自己 心目中 理想的一个大学 而不是 只是考虑 离家境 这个因素 我想 对于 自己的一个 在大学 十年一个学习 会是很好的 一个 机会 人力银行也建议 可以参考 学校的注册率 通常也被视为 选校的重要参考指标 如果毕业后 要投身科技业 若有四大名校的协同 绝对是就职的优势 记者李奇慧 台北报道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 日前接获了台电公司的举报 在台北新北地区 有多个地址 电表的流量异常 经专案小组追查 原来发现是窃电集团 找来专业的水电工 改造电表 从2019年开始窃电 总计超过了284万度 让台电损失超过约1700万元 40多个电表一字排开 全部都是窃电集团 非法改造 以黄信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锁定挖矿机房业者 询问是否要安装解电设备 等到对方同意 就让水电工改造电表 减缓电盘转动 让每个月高达上万元的电费 骤降到数百元 直到台电发现数据异常 报警检举 警方陆续逮捕黄信主贤 及不效水电工等欺民嫌犯 并查扣改造电表 挖矿机 切电用电缆等张证物 刑事警察局的电信侦查大队 在111年7月中旬 借货台电公司举报 在台北新北地区 有多个地址之电表 有流量异常的情势 按今恰请台电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实地的派远前往勘验 发现有数十个地点 之电表内部结构遭到破坏 导致电表计量失准 涉嫌确定的视觉 视证相当的明确 按由我们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 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 单位共组专案小组 报请台湾市领地方检察署 来指挥侦办 按今专案小组 历经数月的一个追查 发现本案是由防险为首 由犯罪集团成员寻找有架设 虚拟货币挖矿机房 或是电信设备需求之业者 针对业者所要求的地区 乘出适合的房屋 供给架设相关的设备 切电集团雇用不效的雪电 供破坏台电的工资电表 减缓电表的转动 每一期呢 平均数千到上文言不等的电费 骤降到数百元 那并在屋内设置獨立电表 按度数向乘租的业者来收取电费 从中获取不法的暴力 那专案小组执行了三坡的一个搜索行动 陆续在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地区等地 那个查获的改造的电表 有46个挖矿机 有6部、切电的工具等张震物 陆续逮捕防线组 险及不效的雪电工等7名犯遣到案 警方表示切电集团 从2019年开始切电超过284万度 虚还电费1707万元 且破坏电表结构容易造成线路超窄 引发火灾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且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音乐治疗是帮助身心障碍个案走出情绪的抒发管道 治疗的路上并不轻松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陪伴自闭症孩童成长的音乐治疗 他是音乐治疗师岳家韵 2009年创办了乐音乐艺术治疗教育中心 中心里九成的个案都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透过音乐治疗让他们能够过着平凡的生活 把无视界的行为转化成有意义的活动 那些触觉的需求 你把他转化成个乐器的引导 是他就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个活动不但他自己快乐 听到的也很快乐 通过音乐能够帮助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建立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他找到一个安心方式 以及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快乐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找到的东西 那他如果原本没有口语 而因为有音乐的这样子的异扬顿挫 而他讲话可以流畅的讲 然后这个声调大家听得懂 是不是也是帮助他对人际的沟通 对 或是说他tempo就是慢 他因为音乐的这个节奏他感受到 让他可以感受到快和慢 他的行动和这个连接起来 是不是对他来讲他做事情的完整度会更好 其实音乐就是存在在这么多地方 接下来要带你来认识一位人物Summer 他参与了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纪录片的拍摄 认识了许多在工作坊 从事手工艺的妇女 被她们的生命经历所感动 因此开启了合作之路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园会发生战争 然后也没有人希望自己会成为难民 那我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很大的悲剧就是 你必须被迫就是成为难民 叙利亚多年来战火评人 因缘机会下 Summer参与了一个纪录片的拍摄 来到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 认识许多在工作坊从事手工艺的妇女 被她们的生命经历所感动 因而开启了合作之路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 更希望给予妇女们一颗安定的心 在工作坊中 因为她们会跟很多其他的同伴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这其实对一个流离失所的群体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她们会去回想一些过去比较快乐的事情 然后或是彼此扶持 就是互相鼓励 就是在虽然在异想 可是我们就是聚在一起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也在彼此工作的当中 就是看见对方有不一样的改变 然后对生活也有更多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感觉她们的身心状态 至少就是可以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健康的 而不是就是很容易被打击到 然后因为大环境的压力可能就一蹶不振 这样子 妇女制作的饰品 会放在登露土星土耳其咖啡店寄买 其独特的形状及材质 往往都会让用餐的顾客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她那个slogan棒 就是drop earring and bounce 对 然后她的整个产品的一个设计 从她的一个形状是一个水滴状 然后符合我们就是低下一个和环吧 而不是一个炸弹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很 很 我觉得很有 很有启发性的一个idea这样子 你几乎真的是在身体上 完全看不到这样子的东西 为了让更多台湾人能接触到那名议题 Summer将产品融合台湾元素 吸引国人注意之余 也在无形中促成了文化交流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 开始推出台湾系列 也就是我们去交流一些我们这边 比如说台湾的特色啊 或是一些名餐小吃 我们一起讨论要用什么配色 然后要用这个地方要怎么设计 那比如说像珍珠奶茶 然后就有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二环 对然后推出来的时候就是 就我觉得台湾客人都觉得很惊喜 或者是他也愿意更 因为这个手工艺品 然后他也愿意更想要了解更多 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啊 或是他们现在生活的如何这样 以冷狗关系训练为方向的浪群博士 将散布列为课程的核心主轴 透过适合的狗友环境 帮助上千位的狗狗家庭掌握互动技巧 藉此也提升主人跟狗狗的信任关系 倡导与狗狗好好散布的观念 浪群博士致力于协助狗狗家长 学习正确与狗狗相熟的方式 2021年底推出狗儿和平社交课程 希望不只能建立人与狗之间的健康关系 也期望让狗狗和狗狗之间有良好的社交 我们来进行社交应对业的时候 就是来提升家长们去掌握这些领地 怎么去考考课评估这个当下的好地是什么 国家的狗的自身状态是什么 那他们现在来交流的不是又是什么 那适合的狗友该怎么选择 那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掌握好之后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教导狗狗爸爸妈妈们 去看懂他的狗的内在的情绪的状态 这中间其实在锻炼狗狗的情绪的领地 还有他的情绪的条件领地 同时也在锻炼狗狗爸爸妈妈们 能不能去很精准地 快速地去判断狗狗的自己语言 以及我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应对的方式 来帮助我能够掌握得更好 在各式各样的情绪之下 都可以变得更加的情绪能力 所以社交这件事情啊 其实它是一个开心玩乐的互动的活动 可是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很进阶的训练 因为它不只是当下的好好的交流 它背后其实包含了 从生活中的压力跟聆听 然后来帮助你家的狗狗狗狗更主宰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上的调整 真正能够改善这个狗狗家庭的人 其实不是一个月或一个礼拜 才见一次的训练师 而是每天跟狗狗造型相处在一起的狗狗家长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要教会狗狗家长去做一点变化 去做一点改变 去做生活上的调整 才能够真正能够帮助到狗狗家庭 国民健康署从去年7月1号起开办第五癌筛检 也就是低介量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 国民健康署提醒 凡是符合资格者 请多加利用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国内110年肺癌标准化死亡率 为每10万人22% 相较100年已下降16.4% 但仍高居癌症死因第一位 且存活率相对低 肺癌患者之所以存活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早期肺癌无明显症状 而出现显著症状时 诊断已多为晚期 国健署提醒民众多加利用 政府补助的肺癌高风险族群 每两年一次低机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 那参与跟协会的合作 我们也从国际跟国内的实证 找出了哪一些对象 是属于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资源 来协助跟帮忙的 所以大家有了共识以后 确认了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族群 第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的实证有关 帮忙动入吸烟症 那跟党比较不一样 国人来讲女性90% 几乎都没有 90%的肺癌的患者 几乎都没有出烟 在我们Talent Study里面来讲 大概跟我们的 遗传的加入史比较有强关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类 定为我们优先来执行的一个对象 那有关会来筛检的以后 相关的解检的大小 治疗的指引 那么也非常谢谢各位学生 大家也帮忙 我们一切有了共识以后 我们就这样一个政策才能够推行 那非常谢谢大家 那从7月1开始 全国有142家的医药机构加入 所以我们会来筛检 那么有这样的对象 在这半年当中 总共有两万多个个案来接受 我们的筛检 然后其中找到了两天 有一百六十位主任的费案 这对我们一起的 其中有80%多 都是我们也到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来筛检 肺癌筛检 过程只要五分钟 且没有侵入性 若能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就不用承受晚期肺癌治疗过程中的 神行痛苦 及庞大的医疗费用 那我们很期待的是 因为抽烟的肺癌 抽烟的肺癌 看起来这个晚期的还是多 那我们希望是 我们的整体的这个 第四期的病人 可以从50%降下来 第一期的病人增加起来 唯有这个期别的改变 期别的转移 才是能够解决肺癌 在改善肺癌的死亡利益 我们做这个动作是 顺入这个潮流 而且是在 实际上是领先的 然后 那我们 专门迷口放射生医学会 那 真的基于这个 保护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 辐射安全的把关 所以这个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所以 我们学会会对于这个 所有的民众在接受检查的仪器 还有环境 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侦测 然后保障这个 我们真正的用到 低剂量的 那个检查仪器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我们的操作人员 这个放射师的一些 SOP的教育 我们也会定期的 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 然后规划 让大家都有得到一个均衡 而且高品质的一个检查 的程序 我们目前大概 从去年7月1日到现在 开办这个多做检查计划之后 至少已经有 2200位以上的民众 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其中 其中已经有发现到 160位的一个民众 有确诊式肺癌症的状况 但是呢 这160位的一些病人 非常确诊性的病人 那实际上大多数 我们都知道 所谓心事肺炎之后 几乎都是 引起到疫情的状况 那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预好是最好的心情 就是说像 我们其实 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是在筛检 发现了异常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异常其实 不等于 就是说 是得到了癌症 因为异常的话 它可能会有 相当多的一些 节节的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是良性 有可能是 这个发炎 那甚至有可能是 早期的 这个肺癌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要接受 医师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建议 然后呢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来做 一个确诊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确诊的动作 事实上 其实大家 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那它并不是一个 相当大的手术 那如果说 有确诊是肺癌的话 那其实就是心态上面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面对 那并不要太过于担忧 因为在大部分 我们这个 如同前面有相当多的 专家学者 长官所说的 就是说 我们发现了 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很多人 80%以上 都是零期到一期的 这个早期肺癌 那他就要说 这个时候 来处理的话 那一本是 甚至是用到 这个所谓的 微创的一个手术 事实上 都是相当好处理的 这个部分 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 就是说 我们这些有重度吸烟的 这个这些 例 应该要这个 及早来戒烟 唯一有戒烟 在这个 才能够减少肺癌的发生 那特别是我们戒烟以后的 十到十五年 肺癌的发生率 就会降低一半 所以实际上 我们如果有吸烟的这个 这个朋友 还是要及早来见面 那也感谢说 我们的会员 在这些年来 对我们肺癌病人的 这个照顾 相信配合国家的政策 这个凶重学位 还是会尽力来照顾 所有我们的这个 大众的健康 国民健康署 与全国142家医院 攜手合作推动计划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致国健署肺癌筛 开检合约医院预约及检查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发现 台湾每天约15人 死于鼻肝相关的肝癌 但义大医院最新研究 发现这个鼻肝 导致肝癌的病患 有四分之三未曾接受 鼻肝追踪与治疗 因此呼吁民众 必须要及早追踪 拿着小篮球 投下三个必须要的篮框 台湾女兰传奇前维娟 和国健署署长吴昭君 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 赖基敏 一同呼吁国人 重视鼻肝相关疾病 别错失妨碍契机 我刚好也是太远 我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藏的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健康 而且这个健康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我真的是大概至少 超过二十年时间 我就是每半年跟我的医生见面 然后抽血 然后照超音波 然后我的医生对我很好 他还帮我念了特别多的东西 那现在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简单很轻松 是因为这一次我才知道了这么多的数字 我才知道 我就是这个断层 断层世代的其中一员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球员 运动员 我在小时候 我就是常常去对抗这个体制 不能染头发不能烫头发 这些我都非常的不遵守 但是很奇怪 医生说的我还蛮听的 好奇怪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就是固定的追踪做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稀松平常 所以在这边真的要强烈的呼吁 真的做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并不难 那其实B肝的防治并不亚于吸肝 我们从早期的B型肝炎的疫苗的注射 到妈妈有这个感染B型肝炎以后 因为我再出生二小时都要打太阳蛋白 那么一直到我们从健保开始的时候 就有B型肝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一百年开始大量在推动 那么从98年开始 那又扩大所有的范围 我们民众只要满45岁 那原住民只要提早到40岁 到74岁 到79岁之间 我们都可以中生提供一次的利息肝的一个筛检 所以政府我想在推动相关的 从疫防到筛检的工作 那都一直要持续来进行当中 那刚刚提到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好像都还有不足的地方 都还是要我们持续在努力的地方 那偏偏呢 因为我们肝脏呢 平常就不会告诉你我哪里痛苦 因为它没有症状 如果没有透过筛检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的肝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它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等到告诉你的时候都已经比较慢了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在早期的 这个预防跟筛检的重要性 这个是一定要告诉他 那我们一年 刚刚提到的主持人讲的很 一年大概发生率就有一万九百多 但是死亡的肝的 死亡的一年超过一万两千 是所有癌症里面死亡最多的 就是肝脏的疾病 当然包括脉腺的肝炎 肝硬化等 当然也包括肝癌 加起来就超过一万两千 所以是相当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肝脏的 这个它也能够降低这个肝脏的死亡率 所以呢 但是这些癌症里面来讲 百分之八十 都跟VC肝感染有关 它是有感染性的感染 所以呢 对VC肝的怎么样预防感染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 免于这个感染性感染的一个危险 那有了感染怎么及早找出来 及早去阻断感染继续的发生 让我们肝能够休息 能够恢复高健康 就非常的重要 台湾1986年 对新生儿全面接种V肝疫苗后 V肝代源率降低至0.5% 但肝癌仍高居国人第二大癌症死因 每年约有八千人因此失去生命 但医大医院却发现 肝癌患者有高达75% 未曾治疗过鼻肝 措施预防肝癌的两肌 但是V型单元的比例还是会高 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目前我发现这些人都是所谓的 疫苗断层世代的人 那这些人大概 每人有超过大概五千到六千人 那每天大概有四五个人 那这一群人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 他们三层是从来没有救育过 即使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定期追踪的方案 那这些人是没有去的 那七层没有做固定的追踪或治疗 所以有得这个感染 从文明健康署107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调查结果 显示感染V型的功能有三层是没有救育的 那这些原因分析起来有七层是自己觉得很好 没有关系 有两层是不知道要去看 可以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定期的去看 那一层为没有时间就医 所以以后这个应该是在民间像台湾人症今天 我们就开始要多把力量放在这一群 从来没有去就医的 那国民健康署105年公布的调查 全台有超过500家这样子的参与 这个所谓的追踪或治疗方案的地方 那目前并且接受追踪或治疗的人 仅仅只有39万 国健署提醒民众善用政府提供的预防保健服务 45到79岁民众可免费一次BC肝炎筛减 透过早期发现 避免演变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减少致癌风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金融市长谢国良正式对外宣布金融市升格为直辖市的最新民调 有过半的市民支持基隆市升格为直辖市 而多数基隆市民希望能与台北市合并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正式宣布一项最新民调 有远见民意研究调查 基隆市年满20岁以上民众 在上个月13号到15号所进行的调查 针对基隆市升格直辖市展现出选后新民意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基隆民众对于这个升格直辖市议院的一个调查表 大家都拍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支持的部分占24.6% 那还算支持有点支持的部分是30.3% 所以说大概有54.9% 55%左右的民众基本上是支持升格的 假如要合并的话 大家是希望如何来合并 那我们有提供四个选项 包括这个同志委议长所提出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把它纳入选项之一 因为他也是我们基隆市民意机关的首长 所以他过去的提出的这些论述 我们都有考量在里面 我们也把它放入民调的选项 那本府这边是没有明确就是如何要合并 但是要升格是我们很清楚的主軸 那首先呢26.5%的民众 是希望北北基能够合并成新的直辖市 25.7%的民众是希望基隆加入系指并入台北市 那有13.2%是希望基隆市跟隔壁邻居 鄰近的几个新北的几个区合并升格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 基隆民众希望市长谢果良要先改善的重点是交通与道路 其次是经济与就业等面向 众最迫切所需要改善的 那54.5%是交通道路 31.7%是经济跟就业 13.9%是长照 13.1%是社会福利 然后11.7%是观光 然后9.2%是都市更新市容 市长谢果良表示 会把这个最新的民调提供给新就任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希望透过地方与中央的充分合作 让基隆真正与首都生活圈平起平坐 进一步让基隆各项的建设与首都同步 林前市长现在担任了内政部的部长 成为这个内政部的林部长 那我想这个民调也刚好在他要就任的时候呢 也呈现给他 让他能够了解一下基隆市民众对于最新的部分 对于这个直辖市升格的民意的一个反应 那希望能够在他就任以后我能够去拜访他 能够作为这些民众的意见的一个参考 那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等他工作稳定上轨道后 我们一就任其实有很多事要忙 我不会挑二月份去拜访他 他那么忙 尤其又是很重要的部会 所以我不会 二月份不考虑拜访林部长 让林部长业务比较稳定以后 我希望能够在三月份 希望在三月份能够拜访林部长 然后跟他请教这个国土规划的问题 然后跟他请教基隆市如何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议题 那所以一方面也在这边恭喜他 然后一方面也期待未来的拜会跟在这个讨论 那当然我会先请幕僚先作业 那首先还是要让这个部长 能够对他的业务能够先熟悉上手 到时候再去打扰他比较方便 不然马上就去了 这个他有很多事要上手 我们也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给他 那再度恭喜他 那也相信他过去八年 对基隆市民的这种关心跟感情 一定可以延续到他在做内政部长的时候 对于基隆市未来 市民拥有直辖市的这种待遇 能够给予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欢庆元宵节 基隆市政府2月1号起发送兔年小提灯给公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也提着灯荣和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一起拍照 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欢庆元宵节 基隆市政府将从2月1号起发放拿着红包造型的兔年小提灯给全市的公立幼儿园小朋友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也和幼儿园小朋友温馨互动 透过这款福兔影响的小提灯 让亲子一起DIY快乐过元宵 那因为因应我们的元宵节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特别请了这么多可爱的小贵宾 来到我们府里面 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我们今年也准备了3080个灯笼 提供给我们公立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们 那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 看到小朋友来市政府 是小爱爸爸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这些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然后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元宵节快乐 哇 来 这个是小爱爸爸灯笼 因为小爱爸爸也是兔子 那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周夜 周夜喔 好可爱喔 一二三 元宵节快乐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官销处长郭继 副处长林文荣 科长蔡慧婷 以及教育处新任处长刘美兰 和过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拍照 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也来到现场 和可爱活泼的孩子们打招呼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说 透过兔年小提灯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元宵节的提灯气氛 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都平安健康的成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元宵节快到了 布里基隆医院特地教导民众制作 优良蛋白豆腐元宵 用嫩豆腐取代水来制作汤圆 做法简单 口感也不错 更适合长辈老人家咀嚼 健康营养零负担 今天举办元宵节的今天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喜气 那我相信在疫情三年过去以后 今年开始 我们兔年大家都会行大运 那今天我们举办了一些活动 那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元宵的制作 还有我们一些闯关活动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我们基隆院的祝福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我们 由于元宵节快到了 为了提醒民众吃汤圆或是元宵 也要吃得健康营养 部立基隆医院特地由营养师教导民众制作 优蛋白豆腐元宵 由院长林三琦 副院长陈维达 以及秘书李林美化身为大厨 用嫩豆腐取代水和糯米粉来揉成面团 切块再搓成汤圆 不但制作简单 口感好 风味佳 也更适合长辈老人家咀嚼 健康营养 零负担 它里面优质蛋白质的含量 也是非常的高的 除了可以让它的口感吃起来 比较绵密以外呢 当做的优质蛋白质 都以为长辈 他们增加肌肉 还有营养的补充也是很棒的喔 煮完之后的豆腐肠圆 它吃起来还会有淡淡的豆香味 也可以添一下我们精致糖的食用 院方也邀请正丰市 以及台北荣兵总医院移植小组 一起在现场举办新春闯关活动 透过猜谜游戏互动 认识廉政观念 推广安宁缓和医疗理念 了解并且宣导器官捐赠 完成闯关的民众 就可以获得限量100份的汤圆元宵和兔年灯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必杀鱼港渔获直销中心 又爆出了消费纠纷 一群游客春节期间前往消费 用一斤980的价格 买了两只冷冻地王蟹 共花了7000元 没有想到带回家 却发现其中一只明显腐烂 气得PO上网 不过这个摊贩澄清 冷冻螃蟹贩售 当下是无法打开确认的 目前也已经和消费者达成和解 至于如何避免买到不新鲜的帝王蟹 有业者提供办法 民众买到帝王蟹 右边的明显腐烂 外层还有灰色的高壮物质 消费者回家打开塑胶带 当场傻眼 因为这两只 总共花了7000元买回家 大年初是 一群外国游客 来到基隆巴豆子渔港 用一斤980元的价格 买了两只冷冻帝王蟹 没想到 拿回家一看 却发现其中一只烂掉了 很难 真的很难肯定 我懂基隆拿的 真的 没有办法 因为它就是死掉了 所以 活得值得 你要分辨很简单 不必去杀 你杀 当下去 把它可剥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痕迹 然后说 这个方便是新鲜还是不新鲜 一只新鲜 一只不新鲜 这样子 然后我刚刚已经 就是有跟他和解了 摊犯联盲澄 都受的帝王蟹 无法打开确认 才不小心卖出不新鲜的货品 表示愿意赔偿5000元 目前已经和消费者达成和解 也接获相关的通报 那我们也请余惠先针对当事人 这个消费者先做联系 然后 并调阅监视器 还原当天的情形 那也会请业者说明 当日的情形 并跟这个消费者联络 那如果查证属实 这个摊商有刻意的偷勤减量 或贩卖这个不当的 不好的一个商品的话 我们会请余惠启动这个合约机制 看它是第几次的一个违规 然后确实依合约来做处置 那最高的罚款呢 是第二次是罚到5万元 然后最终是第三次 就会解除合约 中止合约 像这样高单价的帝王蟹 要如何挑选 其他店家教你方法 他是要从他的肚脐的袋 他中间封肉的那个袋 那边把它挖开 我那个地方是最紧的 因为包含我们自己 不管是本港蟹什么蟹 我们都是从那边来闻 对我们看看说 是臭跳有没有臭跳这样 那个就是最准的 对对对 如果有发现异味啊 其实那个就不要了 可以从几个观点 就是看店家的保存 如果他当下给你看的保存方式 怎样子的保存 那本身帝王蟹 他们是属于低温 他我们平常像我们的鱼竿来讲 我们是冷却达五度 那相对的他一定要经过冷冻 他达水冰效果是有限的 对 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在第一环境 低水温环境生存的 所以你一定要再用大概二三十度 的冷冻下去冰他 那像有些人他的保存方式不一样 那可能鲜度就会跑掉 简单的说购买前 可以先以鼻子闻的方式进行选购 若出现阿蒙尼亚的味道 就表示螃蟹不新鲜 另外煮熟之后 感觉成了粉状 也表示海鲜已经变质 民众到鱼市场采买 要挑选紫细才不会吃亏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 新办公室若存启用 启用典礼上 展现执行户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计划的成果 欲向下扎根实践社会责任 请接台 揭开全新办公室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入城 近年来海洋教育中心 对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动 不遗余力 总中心召集人吴景国教授 期待让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 落实到每一位师生身上 主任张正杰在活动中也发布 结合户外教育路线的学习手册 内容汇集了全国各地 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点 推动也展现户外教育 与海洋教育共融 共好的愿景 户外教育是走出客室外的一种学习方式 藉由设置户外教育基地学校 辅以研发优质课程模组 与教学案例 呈现学校与在地社区环境 与产业的课程连结 中心的这些情况 实际上都是同仁 还有基地学校 以及各省市互换 大家一起领下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办理户外教育的 一开始的动机很单纯 也很简单 单纯的只是想要 带学生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 这几年做下来之后 我们开始观察到 是不是我们老师们 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 是不是做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规划 觉得在山野互玩互动的孩子 回到教室 他也会是有风采的 他会觉得我其实是 对大家有影响力的孩子 学习到之前到现在的责任 越来越大了 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还有问题 从海洋教育到沪海教育 优质个人与学校的影片 整线丰硕的成果 来自全台各地的老师们 串联两议题教育的整合 引导学生多元事性发展 深化在地的人文与自然认同 实践永虚的理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